圣经长老会加密山堂 3月31号上午复合节的主日崇拜 在崇拜正式开启之前 请弟兄姊妹检查一下自己的手机 请把它放在关闭或者静音的状态 如果有需要 旁边的弟兄姊妹请协助一下 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 有几位新朋友 请许我介绍一下他们 一位是蔡美娟姊妹 麻烦你站起来 我们大家认识一下 好吗 好 欢迎你 好 请坐 王秀华 欢迎你 还有秀华姊妹的女儿和女婿 刘慧杰和杨志坤 欢迎你们 还有秀卿姐妹的邻居 旧邻居 罗玉英和黄雅强夫妇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还有一位是施婷姊妹 欢迎你 我代表教会 欢迎这些新朋友 和在网上 参加我们崇拜的新的朋友 希望你们和我们教会保持联系 希望在未来的时日里面 你们继续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 参加教会的细胞小组的 各种事工 各种活动 我们在一起 敬拜上帝 在一起在主里面 交通和分享 今天的主崇拜 现在就开始 请弟兄姊妹 安静在神的诗人宝座前 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 大家请起立 主在圣殿中 我主正在他的圣殿中 我主正在他的圣殿中 全体当保持肃静 全体当保持肃静 在主面前 当肃静 当肃静 肃静 肃静 主前 阿们 请听启示录 一章八节和十七到十八节 主神说 我是阿尔法 我是奥美加 是西在 今在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我一看见 就扑倒在他脚前 像死了一样 他用右手按着我说 不要惧怕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又是那存活的 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远远 并拿着死亡 并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让我们一同歌诗 今日基督已复活 基督耶稣已复活 哈通的游客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天世世人气宽长 哈利路亚 快乐开歌高声唱 阿里路亚 祝天大地同僧唱 阿里路亚 荣耀之王无一空 阿里路亚 死的主不在哪里 阿里路亚 祝天神救众灵魂 阿里路亚 死亡全世今何在 阿里路亚 救赎大功一万成 阿里路亚 战争万笔全得色 阿里路亚 死亡其能分主分 阿里路亚 基督开了乐圆门 阿里路亚 有主带领我跟随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跟从眼手成主军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心造人像他一样 阿里路亚 同父和同僧 阿里路亚 各位弟兄姊妹 让我们一同回到 那七日的清晨 纪念我们主耶稣的复活 请大家一起歌诗 主在坟墓安睡 主在坟安睡 耶稣我救助 等待复活日来 耶稣我救 祖从很努力复活 得上一切超低罪恶 主耶稣复活 等上黑暗君王 从此愿一生投一同作王 祝福福谷安睡 祝福咱们 祝福咱儿 祝福咱儿 民生母 耶稣我救主 方氏已归心虎 耶稣我主 祖聪的牧里复活 得上一切朝廷罪恶 祝耶稣复活等圣人将军王 从此永远与生土一同错亡 祝福活 祝福活 阿里路亚祝福活 世间不能困住 耶稣我救主 耶稣复活 耶稣我救主 祝聪的牧里复活 得上一切朝廷罪恶 祝耶稣复活等圣黑暗今王 从此永远与生生一种错亡 祝福活 祝福活 阿里路亚祝福活 丁子妹请坐 让我们一同同心合一地祷告 万古磐石为我开 荣我藏身在主怀 天父我们感谢你 在这纪念我们主耶稣复活的日子 我们众体兄姊妹 因着圣灵的感动 来到主你的十人宝座前 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 我们感谢你赐给了我们 这唯一的救法 你让你的独生爱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降世为人 又让他在十字架上 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前 又让他从死里复活 从而为我们这些罪人 开辟了一条又真又活的 新生的道路 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因你受鞭伤 我们得一致 因你忍受痛苦 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平安和喜乐 因着你暂时地与天父的隔绝 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余生和好 天父啊 感谢你赐给主耶稣 我们的救助 让他带我们而死 让他为我们而复活 天父 在这今日我们愿意 这特殊的日子里 我们愿意再一次 在你面前 袒露我们的心扉 我们愿意再一次 表露我们的心智 我们愿意 让我们的救我 随着我们的主耶稣 同钉十字架 我们也愿意 让因着主耶稣 保血赎回的新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 不断地成长 天父恳求你在未来的时日 你的圣灵浇灌我们 你的圣经的真理 启发我们 你光照引领我们 让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人 珍惜这用重价 赎回的宝贵的生命 让我们知道 在这短暂的 生活在这世上的 刻履的时日 如何过着天国的生活 如何过着圣洁的生活 如何让他 有着永恒的价值 爱我们的圣天父 此刻我们相信 你已经灵格在我们中间 你的灵也会感动 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让我们借着 纪念主耶稣 祝福复活的这个时日 省察自己 勉励自己 不断地提醒自己 在神里面 在主里面 我们如何地去成长 我们恳求你 祝福这个讲台 祝福今日 替你传信息的黄牧师 求你赐给他力量和能力 让他所传的信息 使我们每位弟兄姊妹 都能得到造就 我们此刻 也纪念那些 因着各种原因 没有能够来到这个会所的 那些弟兄姊妹 求与我们同在的灵 也与他们同在 求你让我们一起 在基督里 不断地成长 我们如此 祷告 祈求仰望 都是仰赖我主 耶稣基督的圣命 阿们 弟兄姊妹 让我们一起 恭颂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感应 由统真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天 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 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下面请 诗般献诗 献诗的题目是 我知道 救赎主活着 我信员 我的表面 咖啥 表面 我信聩 给你 我信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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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要信职 感谢观看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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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耶稣亲自就近他们 和他们同行 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 不认识他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 他们就站住 脸上带着愁容 二人中 竟把他竟把他解去钉在十字架上 但我们苏来所盼望 要救赢要救赢 又进入他的药 拿起柄来 急在一处说 我们要祷告 所有新来的朋友 特别有意思 我们相信的是又活又真的神 他曾经来过人间做人 他了解人类 有复活主的陪伴比什么都踏实 今天我们就讲这个 前些时候 你说害怕吃的喝的没了 我特别能够了解 不过抢购厕所纸 还是真的有点一头雾水 难道是后遗症吗 闹肚子吗 搞到NTOC 也不得不打开他的货窗 让记者来拍 还给厕所纸来一个特写 保证货源充足 连五十周年的宣传单章 也标出了厕所纸 有图为证 写得真好 最后一句 一切由我 只因为由你 那时间倒流 回到第一世界 当年有一批人跟随耶稣 这些人都是耶稣的门徒 三年后 耶稣预告自己将受苦 被钉十字架 并在三天后从死里复活 当时的门徒没有反应过来 其中有两个门徒选择出走 告别伤心地 耶稣星期五受难 星期天复活 两个门徒出城的时候 已经是周日的最后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就是一个大石 一个大石两个小石 他们如果要前往以马乌斯 全程是二十五里 像等于现在是十一公里 他们又走的 脚力特别好 我们现在新加坡的两个车站 都要打车了 但是耶路撒冷是唯一的宗教中心 离开那里 意味着你是离开了信仰的团体 在他们出城之前 已经听说耶稣复活了 他们不相信 不相信这些妇女的话 不过即使他们出了城门 他们闹不开这个话题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十五到十六节 正教坛议论的时候 耶稣亲自走进他们 和他们同行 可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 没认出来 耶稣靠近他们 他们却没认出来 最近我到巴萨去买亮豆腐 我前面站着一个妇女 我一眼就把她认出来了 我叫她 她认了认 没认出来 没把我认出来 于是我拿下口叫 说了我的名字 她说 哎呦 怎么是你 怎么整个脸都圆掉了 没把你认出来 不怪她 十多二十年没有见面 没把我认出来 但门徒只是三天 三天没见耶稣 没认出来 太阳还没下山 天还亮着 光线充足 这么靠近 怎么没认出来 有人说 他们只记得 耶稣被鞭打后 血肉模糊的那个样子 有看这个 耶稣受难记的 这部电影 你就明白我在说什么 但更可能是 在一个下意识里面 他们压根了就不信 耶稣从死里复活 他们怎么说呢 他们说 从他们的 怎么说呢 从他们的忧伤 你看得出 他们对耶稣 对主 对耶稣是有感情的 不过也正是表示 他们不相信 耶稣复活了 不然就不会 离开耶路撒冷 你从他们的对话 也能够听出 于是耶稣靠近他们 问他们什么事 主耶稣问他们 你们在谈论些什么事 门徒反问他 所有人都知道了 你从耶路撒冷出来 你不知道这件事吗 门徒拉门 这么大惊的事 这个人 怎么会不知道呢 没错 耶稣真的是 明明自顾问 我们有什么事 能够满足足的 耶稣关心你的需要 当你困扰时 当你悲伤时 甚至你忧郁的时候 你跳不出来的时候 别忘了 耶稣对你是 不离不弃 他愿意聆听你说出 心里的话 辅导员开头就会问 什么事 别人说的不算 必须由当事人 说出来 这样是帮助他 重新的梳理 他所发生过的事情 理出一个头绪了 说出来心就舒服了 如果能够哭出来 就更好 不要太过快 就递纸巾给人家 人家好不容易要哭 你就不让他哭 让他哭到够 也只有这样 才能够给有效的帮助 我辅导的人 都红着眼睛出去的 就在问什么事呢 耶稣正在用跳针法 我不懂 你们还记得 以前的交织唱盘吗 有45转数 有33转数 更早期是78转数 如果挂花了这个唱针 就会在凹陷的部分来回 同一句歌词会不断地重复 叫做跳针 弟兄姐妹 你不要嫌你父母 要啰嗦 不要不耐烦 因为他们用的正式 跳针法 要乖乖你没好好的听 如果你好好好好的听 他们就不必这么费劲 养额一百岁 长忧九十九 耶稣的意思是 别人怎么说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们怎么说 一足对话 说出心里的话就行了 不用特别的羞耻 朋友们 你说的以及你也没说的 主都知道 但是主乐意听到你开声说 开口说 主愿意帮助你 我们来听听门徒怎么说 因为陌生人的这个询问 他们将事情的缘由 从头说了一遍 首先门徒说到主的死 他们说 犹太人的官 和祭司长杀害了耶稣 没有提到罗马人 没有提到平民 他们的观点是正确 真正的元凶 的确是犹太的权贵 和宗教理所 前任的祭司长还说 岂不知一个人的死 可以救许多人不死 你看这个人的这副嘴脸 满口仁义道德 内心充满着恶毒 害人还用公欲来包装 不过他却无意中说了一个预言 耶稣要为众人而行 亲爱的朋友 不管你信或者不信 耶稣的血已经为你流了 说起来也是很讽刺的事 这件事仅然发生在预约节 预约节是什么来的 预约节是庆祝摩西 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 他们以前是做奴隶的 好像摩西把他们带出来 走向自由 是这样的一个 祭奠自由的一个结论 他们就选择着 自由祭奠的杀害 他们害怕公众 他们不敢公开做 他们只好在半夜秘密逮捕 在自民时期 他们甚至没有自行死刑的权利 所以他们不得不把耶稣交给 当时的罗马总督 本丢比拉多 有些事罗马人真的是不管的 比如宗教的事 罗马人一概不理 但他们却把它整成什么 整成是一个政治罪 列造叛国罪来告耶稣 他们威胁比拉多 这个人叛国 如果你不杀他 你就是对凯撒不忠 凯撒是当时的罗马皇帝 比拉多杀的人不会少 但他封闻耶稣的世界 他老婆整个晚上在做噩梦 叫他不要管这义人的事 当他知道耶稣归 当他知道耶稣归叙利王 管时 他就连忙把耶稣给送过去 叙利王是个老狐狸 耶稣叫他母狐狐狸 用中国话就是狐狸 不过他是男的 他也不傻 他也把球踢回去了 比拉多只好亲自盘问 然后承认他实在找不到 耶稣叛国的罪证 他就想引用这个特色令 来释放耶稣 在犹太人的辖区 每逢过节 都会释放一个囚犯 一个死囚 只是群众被闪动 宁可释放另一个杀人犯 也不愿意放过 也不愿意 也要治耶稣于死的 比拉多感到很为难 他知道他们是处于妒忌 但他公关做得不好 他之前已经几回 得罪了犹太人 得罪了这些犹太的权贵 而且被实民控告到凯撒那里去 所以政治的考量 他不愿意再恶化这样的一个关系 只好向他们服软 一条道走到黑 最后他当众洗手 表示杀害耶稣跟我没关 不是我的意愿 然后门徒说 耶稣是救赎以色列人来的 没错 以色列人也是耶稣所救赎的对象 但他只说对了一半 救主是为全人类而来的 耶稣本来要 耶稣来就是要救你和我 最后他们又提到主的坟墓是空的 这个也说对了 空坟墓表示耶稣复活了 的确是这样 正如天使对妇女说的 为什么要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但门徒借着说 只是没有看见他 这就大错特处 门徒承认 主说话行事都有大人 他们看过他赶鬼 医病行神祭 使死人复活 也听过他讲道 更听过他预告 他将要受许多的苦 被鞭打 被钉死之架 三天后从死里复活 请你注意 每一个细节都不是自己人 可以控制的 可以安排的 他们也听到了妇女的见证 耶稣复活了 当时的男人 不相信妇女 他们的反应就是 女人就是这样 男人就是这样 所以他们说 只是没有见到他 他们已经见证了 完整的福音 但自己却愚惑 复活主没有放弃他们 特地向他们显现 让他们亲眼见 这当耶稣讲解圣经的时候 他们心中是一团火 路加福音24章32节 他们彼此说 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 我相信这是专心听到的人的 常有的感觉 相反的 如果你心不在焉 你不会感到心中火热 你只会感到肚子饿 你们肚子饿吗 去年年度一致 新加坡 选出了诈 诈骗的诈 邻国选了贵 昂贵的贵 嫌贵是没有钱 受骗是因为有钱 难道被骗了 也不要跟着没钱 知道吗 诈骗的主司就是魔鬼 耶稣说 魔鬼从起初就是说谎的 他是说谎人之父 他给了许多的选项 只要你不信耶稣 他的阴谋就得逞了 魔鬼看嘴了人的心里 所以让你怀疑上帝的话 人类的祖先亚当 他之所以失败 就是因为他怀疑上帝的话 开始的时候 他想自己做主 自己判断 他想自己做主 他自己判断善和恶 世人就随了这个祖宗 亲爱的朋友 我相信你会随基督 耶稣就是基督 他就是 他来就是要立转 当年亚当所做的这个破事 也帮助他们脱离罪的捆索 但罪必须有人承担 这是公义的要求 由谁来承担呢 耶稣承担了我们的罪 他没有犯罪 他是以义者的身份来担当 不义之人的罪 为了这两个门徒 耶稣特地陪他们走了一段路 弟兄姐妹 主一直是这样的 他就陪伴在你身边 亲爱的朋友 如果有基督徒向你传 表示主已经来到你身边 等候你认出来 得救的第一步就是 你开始思想生命的意义 得救的第二步就是 你看到生命的意义 只有在基督里面才可以找到 我再说一个 生命的更新也是这样 只有在基督里面才可以找到 两个门徒要等到耶稣 为他们掰饼的时候 才把他认出来 见到耶稣他们太兴奋了 复活酒就站在他们的面前 一切的困惑全部解开了 亲爱的朋友 有了耶稣生命就有意义 其他事已经不重要了 两个门徒原本已经 心情他们的心情 已经掉在谷底 一下子冲到山顶 他们终于亲眼地看到主 但这个时候 耶稣忽然不见了 绝对不是幻觉 因为幻觉不能够吃饼 后来耶稣还吃了一条鱼 一尾鱼 顾不了这么多了 先回去再说 即使他们还没有吃饱饭 即使天色已经暗了 即使他们离开目的地 已经不远了 但他们不过不及待地 漏月地转回头 亲爱的朋友 你愿意回转吗 弟兄姐妹 如果你与教会 渐行渐远 回来吧 家会是属灵的家 你需要牧养 门徒是怎样认出主来的 首先是根据神的话 神的话就是这本圣经 下一个 亲爱的朋友 我就是读圣经认识主的 我出道教会的时候 有个姐妹 二话不说 就送我一本红编圣经 我就从旧约开始读 读到福音书 我就信了 耶稣就是我要找的真实 我首次读圣经的时候 我很嗨 哇 我以为找到了基督教的毛病 我在圣经上打了一圈又一圈地 问了很多问题 在编白那边写满满的字 慢慢地 我的问题越来越少 我的圈圈越化越少了 后来我才发现 这些问题其实是有答案的 我信了主之后 我最喜欢送人的就是圣经 耶稣与门徒同行的时候 他自己说话 他也借着旧约圣经说话 后来他简选了十二使徒 使徒也说了话 他们的话就成为了新约圣经 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你们是读信圣经长老会 读信圣经是很好的一个提醒 耶稣是生命之良 藉着神话 我们才可能更新 讲台和教导圣经是最重要的牧羊 阿们 听说这边 耶稣有没有露两个手 让他们看看神迹 没有 没有 耶稣有没有提起自己以前光荣的事情 没有 他说过的话 他做过的事 他都不说 他只是唯一门徒查考圣经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耶稣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啊 先知所说的一句话 你们的心信得太顿了 基督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 然后进入他的荣耀吗 于是他从摩西和众仙之起 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做了解释 耶稣 讲解的是旧约圣经 圣经说的是神全盘的句话 其中耶稣的事也是预先告诉你了 其中有三百多处的议员 是指着耶稣说的 主说的一点都不错 门徒的问题是他停在耶稣的时 他停在十字架 但是没有进入到荣耀的复活的主 弟兄姐妹 许多人口说相信 但在实际的生活上却露线了 遇到苦难的时候 就可以看出你对主的信靠 耶稣曾经说 即使不信他所说的 也当信他所做的 这个时候主原本可以表明身份 但他没有这样做 不只是为了两个门徒 实在也是为了今天的门徒 你和我 两个门徒在听讲的时候 心里是一团火 表示来自圣灵的感动 当你在寻求神的时候 神的话特别感动你 而这句话你久久没有办法忘怀 同样的经文出现在不同的场合 或出自不同人的口 你知道上帝在对你说话 请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圣经说真理的灵 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 要引导我们明白真理 圣灵透过牧师 透过圣经老师 帮助你明白圣经 圣灵也光照你 让你明白圣经 所以弟兄姐妹 你们在等什么 打开你的圣经吧 当你有渴慕了心的时候 主就打开你的眼睛 圣灵也会光照你 让你明白圣经 圣经说 按圣上的灵说 因从实力复活 以大人显明是神的儿子 疫情过后的心肠 带让我们有点失落 生活也比较困难 东西贵了 钱不好用 又要出出地方 这个电炸 弟兄姐妹 越困难就越要 亲近主 越困难就越要 信靠主 你亲近主 主必亲近 当门徒 强留主的时候 主在他们面前 拜扁 拜扁就是圣灵的动作 这个动作 门徒太熟悉了 这个时候 门徒这才认出 耶稣来 耶稣却忽然不见 通过圣灵 你会想起 耶稣为你所做的 圣灵有两个 圣洗礼和圣餐礼 都与耶稣有关 耶稣受洗 是表明他的身体 他的身份 耶稣受洗时 与圣父发生 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他的 也有圣灵的亮相 仿佛白鸽 这样像 证实了耶稣基督的身份 他是要来的 基督徒 基督徒呢 你们奉圣父 圣子圣灵的名 受洗 宣告公开 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 这是新的身份 所以受洗是必须的 何等尊贵的身份 圣灵呢 圣灵是耶稣设立的 一月节 祭奠以色列人被救赎 圣灵是祭奠四人被救赎 耶稣只用了救援圣经 就能够帮助门徒 明白基督是谁 何况我们现在有新月的亮光 我们对圣子和圣灵的认识 就更完整了 亲爱的朋友 因为信主耶稣从实地复活 我们与上帝和好了 他给了我们一个确据 他已经除去我们的罪念 和我们的过犯 并且脱离死亡的律 进入了永生 亲爱的朋友 你们会信耶稣 绝对是神给你特别的恩典 因为你相信他 两个门徒不由自主地来到马可罗 马可是马可福音的作者 马可罗是他母亲的产业 他们经常聚会的地方 马可罗地方宽阔 耶稣和门徒也在那里吃最后的晚餐 并且设立了圣餐 在场的人不约而同地说了同样的见证 耶稣复活了 他们见到了复活主 换句话说 要人激动的日子 四十七节 耶稣开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能明白 然后又说 照经上所写的 基督必受害 第三日 从十里复活 并且人要奉他的名 传悔赶设罪的道 从耶路撒冷起 是传到万邦 在场的人 见到复活的主 又惊又血 耶稣再次的把圣经 说到他的事 再说一遍 这是最早的承认主的血 主耶稣也让他们明白 他来世上的目的 以及教会的使命 并且吩咐他们 等候圣灵的降临 以及借众而来 复应的使命 一月节后的五十天 圣灵也降临了 降临在他们 这些等候的 一百二十个人的身上 在同一天 彼得说 讲道 三千人行住 师徒成为第一代 基督徒的领导人 基督给他们权柄 圣灵给他们能力 他们完成了新约圣经 教会是主复活的建设 你们就是主复活的建设 教会成立的目的 是传福音给世人 让更多的人同德旧文 亲爱的朋友 你来到教会 绝对不是偶然的 主正伴随着你 主给我们两盏 明灯 就是神的话 还有圣灵的感动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要荣耀主 弟兄姐妹 我们来到结论 弟兄姐妹 主复活是一个全面的胜利 他暂时死亡 战胜罪恶 战胜世界 战胜魔鬼 是我们信他的人最得到生命 得到新的生命 一个丰盛的生命 用现在的话就是一个精彩的生命 主复活表示我们相信主是活着的主 我们可以完全地信靠他 他只是我们人生的方向 主复活表示 父和主与我们同在 他捐过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未来 他看过我们每个人的需要 他懂你 不过你要说出来 他在等你 亲爱的朋友 耶稣是为你而来的 你愿意来信靠他吗 阿玛也祷告 阿玛佛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因为我们想相信的是 又真又活的真神 因为活着的主 领导着我们的活着的生命 我们没有什么事可以在主面前隐瞒 我们没有什么事 主不能够帮助我们的 为了复活的主 一个活着的主 他能够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 祝我看求主你的恩典 祝你的新朋友 求救圣灵 你亲自的做感动的工作 你让所有的新朋友 心里面有这个可目 都愿意来到你面前 来接受耶稣做个人的救助 让这个家庭从此能够在光明的当中 我恳求主你的恩典 也帮助众弟兄姐妹 主来完成这个救赎的打工 我们延续主在地上的使命 恳求主你的恩典 来保守 来看顾 我们相信神 你自己的恩典 是足够的 求主你 信起你的拯救 奉主耶稣去的名求 Amen 感谢黄牧师 用神的话语教导我们大家 愿我们各位弟兄姊妹 珍惜神用重价 所赎回给我们的宝贵的生命 与复活的主一路同行 让我们一同歌诗 万古磐石 大家请起立 万古磐石为我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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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 第28章19到20节那里 祂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大使命 祂说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感谢主 今天早上 我们有一位要受洗的目道友 他就是林清元弟兄 那么我们也有两位要转会的 他们就是张师权弟兄跟过瘾姐妹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为他们来 施行这个教会的胜利 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悲爱我们的圣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灵敏我们世人 并将你的独身爱者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当我们只在过犯罪恶之中 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犯中肉体的诗意 本为可怒之子的时候 你叫我们 应做能够听见你儿子的福音 知道我们的罪过 并且借着你的儿子 在十字架上的带死 所留的宝血 使我们的罪 能够得到赦免 并且还能够进入你的自身所 来亲近你 亲爱天父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因为今天 你今天已将你的救恩 向我们的弟兄 林青岩来显明 你叫他回转过来归向你 现在他要在你的面前 并在你圣教会 会众的面前 来公开承认你是 他的天父 主耶稣基督是 他的救主 他也愿意接受洗礼 以表明他的信心 以顺服 我们求你赐福 此刻 我们是要遵行的圣礼 并兼顾他的信心 使他成为你所许悦的儿女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靠 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阿们 我们现在来请 洗礼跟转费的你们 走到 站在前面 台前 这边 现在他们要在 圣人面前 在众人面前 来回答几个问题 来 做他们的这个信 以表达他们的这个信仰的告白 好 现在只是问青年 弟兄来回答 林千年弟兄 你是否相信 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 独一无二的神 他从无中创造天地和万物 他今天仍然看顾 占管一切 并且万物都在他的旨意内 你是否这样的相信 我相信 大声点 第二个问题 你是否相信 你在思想原理行为上 常得罪了神 而你现在是否愿意 真诚地悔改 并离开你一切的罪 你是否相信 你是否愿意 我相信 我愿意 第三个问题 你是否相信 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 他也是完全的人 他用自己在实际上的宝血 洗净你的罪 并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 你是否愿意 一生一世 坚定地跟随主耶稣 你是否相信 你是否愿意 你是否相信 圣经 是神的话 里面一切的教导 都是无物 都是可信的 并且是我们的道德 生活 以信仰的唯一 最高的准则 你也愿意 每天 殷勤地去读圣经 和遵行这圣经里面 一切的教训 你是否这样的相信 你是否愿意 我相信 我愿意 好 最后一个问题 大家一起来回答 你们是否愿意 在主里 顺从 度性圣经长老会 加密三堂的带领 倘若 你们被发现在教导 或行为上 有任何的过失 你们是否愿意 接受教会的详解 你们是否愿意 我们再次一起来祷告 圣界仁慈的天父 我们这些 待遂蒙恩的人 现在来到你的身座前 以心灵和尘世来感谢你 因你接受 你的爱子 耶稣所留的宝血 使我们的罪 能够得到失眠 又为我们开了一条 又新又活的路 使我们能够亲近你 今天 林青年弟兄 在你面前 认罪悔改 并且承认 你是天地的主宰 他也愿意 做你忠信的儿女 天父 我们恳求你的灵 在他的心中 来动起上功 坚固他的信心 使他永远不偏离你 遵守你的道 一生一世 都在你的慈爱保守中 我们也为 转会的 张师全弟兄 和郭云姐妹来祷告 但也 你也一样的 以你的爱 来吸引他们 来保守他们 让他们 跟我们一起 在这个教会里面 来过这个敬拜的生活 并一起的成长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告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阿们 现在我们要来 为林亲人弟兄来施洗 请邵长老来协助 亲人弟兄他 亲人弟兄他不方便贵 所以他就站住 林亲人弟兄 我这个时候 奉圣父 圣子 圣灵的名 来为你施洗 叫你归入 他的教会 阿们 我们这个时候 要来 幻发 给他们这个 洗礼跟转会的 证书跟纪念笔 在基督耶稣里 亲爱的林亲人弟兄 跟转会的张思贤弟兄 跟郭云姐妹 你们今天 已经接受洗礼 与转会 来归入主的教会 我这个时候 要代表教会 欢迎你们 加入这个属灵的家庭 愿神赐福我们 请你们 这个时候 面向 面向会众 好 会众 会众请起立 来我们来表示 我们欢迎他们 加入我们的这个教会 好 请坐 这个时候 我们请 干事们出来 来 给我们这几位 洗礼跟转会的 兄弟兄姐妹 来跟他们握手 干事 请你们前来 握手之后 待会我们要拍个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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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复活节的主日崇拜 我们也非常的欢迎今天在我们当中来观礼的那些受洗与转会的弟兄姐妹 他们的亲友我们有亲人弟兄他的亲友们 还有姻姐妹跟事前弟兄 我们非常欢迎你们 愿神赐福他们 当然我们也要谢谢我们今天的讲言 王牧师今天所给我们的信息 好 以下有一些的会晤报告 好 待会崇拜我们上会后呢 请大家到楼下的另一边 以往你到楼下的时候呢 你都是去左边 对不对 今天你们是到另外一边的那个教育厅 因为那个圣经教会他们 今天他们也是有这个圣礼 他们是用他们是敬礼 所以他们用我们的这个教育厅 所以请你们待会下去的楼下的时候呢 你们转右到右边 一起的在那里去用这个哀愿 好 下个组织是圣餐的组织 当天的讲言以主领圣餐的是谢明强牧师 那么我们下个礼拜的这个圣餐组织 崇拜结束后呢 我们还是会有这个哀愿 好 第三个报告 慰小组在这个来临的周四 晚上八点有线上的这个茶净活动 所以请主领们按时候参加 接下来 汉娜团契在来临的周五 下午星期三 下午三点到四点半 在03 05 07的课室 也有这个区域的活动 欢迎参加 好 第二个 第二项的报告 从四月到六月 我们主日崇拜三位后的祷告会 将暂停一直到7月14号恢复 好 下个组织的崇拜 下个组织就是4月7号崇拜后 在楼下的教育厅 有摆放各类的这个华文的这个属灵书记 给大家能够自由的来说起 你们如果要出去的话 请你们当天自己来自备这个带子 好 最后一项的这个报告 我将会从明天开始 11号一直到6月30号 我会休三个月的这个安息年假 那么弟兄姐妹 你们在这期间 如果你们有任何重要的事 你们可以联络谢明强牧师 好 接下来我们放 这个是个奉献的 这个QR Code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圣天父 谢谢你让我们众人 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 今天是复活节的主日 我们感谢你 因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不但为我们的罪来死 也为我们而复活了 好 叫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 有这个永生的盼望 我们也要为在今天受洗 顾虑你的教会的灵清炎弟兄 以及转会的 丧师前弟兄和过瘾姐妹 为他们来感恩 但也你保守他们一生 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忠心跟随你到底 并成为你所许悦的儿女 也愿你按照你的话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来赐福他们的家人与亲友 我们也为今天 在我们这里来传讲信息的 王牧师来感恩 愿你也一样地赐福他 并使用他每个组织 在各个教会的 讲道与教学的福祉 天父我们此刻 也为在下个组织 要在这里讲道 与主持圣参的谢明强牧师 交在你的手里 愿你师父与带领 我们此刻也为 待会我们要在楼下 一起享用的爱言来感恩 但愿你赐福我们 在主里面的香蕉与团契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告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阿们 好 伟众请起立 我们来领受祝福 但愿赐平安的神 就是那瓶永越之血 使群阳的大牧人 我主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神 在各样善事上 成全你们 叫你们遵行祂的旨意 又记住耶稣基督 在你们心里 行祂所许悦的事 愿荣耀归给祂 至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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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听众姐妹 好不好 我们大家 来一起的来 一颗欢喜快乐心 感乐的心 我们来呼喊 哈利路亚 祖以复活 三次好不好 来 哈利路亚 祖以复活 哈利路亚 主以复活 哈利路亚 主以复活 好 谢谢 大家请坐 我们可以 末道 平安 散会 爱 哈利路亚 寻思